今天中華會議罷工不送票 為什麼會有這場罷工 從109年開始我們有去調解 調解不成立 我們要的很簡單 就是調薪 這些員工做了4年5年到10年 薪水都跟基本工資一樣 去年的調薪為什麼 因為基本工資調漲 從原本的兩萬四千元的本薪 到兩萬五千七百多元 到底有沒有調 中華快遞每年都在賺錢 中華郵政透過投資的獲利也高達三千萬元 中華郵政是誰的股東是誰 就是我們的交通部 所以我們交通部也有責任對不對 這是明確的 可以看到郵局中華快遞 月薪實力三萬八千元整 結果我們的基層勞工 領的薪水是兩萬六兩萬七 頂多要兩萬八 結果看到一個三萬八千元 我們去問主管 主管回應說不爽就不要做 主管就說那你就走啊 這是國家對我們應該有的態度嗎 是 我們昨天有開一場協調會 但就是破裂了 公司沒辦法幾次給我們三大訴求的回應 所以我們今天才不得已來到這邊執行罷工 他每年跟董事長講說調心制度 講了好幾年 從來沒有建立過 也沒有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案 走五個來一個 永遠補不滿 一個人工作要承擔兩三個人的工作量 但是卻是領同樣的薪水 造工也有跟中華快遞 簽訂票計的快遞 如果今天一個國家所健養的 層層剝削的勞工 不為這個票計 來辛勞奔波 金融秩序就會大亂 可是這個大亂是誰造成的 交通部對不對 現在交通部養了一對回報 退休的中華郵政的高層 下來當董事長 含退休金 跟他的每個月的董事長的收入 高達二十萬 接鎖一個政治的員工 每天在外面辛苦奔波 結果一間約不到三萬塊 現在交通部一直在推公司化 但是結果我們看到 公司化所導致的就是 低薪的元凶 我們行政院長蘇稱昌 還有交通部長王國才 都說公司化可以解決低薪的困境 結果我們昨天在跟中華郵政的董事 在跟中華快遞的董事開協調會的時候 他們就講中華郵政在公司化之後 中華郵政的員工也非常低薪 我們不知道他講這個是要來幹嘛 他是要告訴我們 公司化就是造成我們低薪的元凶嗎 目前中華快遞的公司有十一位董事 有五位董事接近半數都是我們中華郵政派來的 是上訴這五位 我們的訴求非常簡單 原本我們調解原本去年的記者會 要求是每年要調薪五趴 到現在三年五趴大概五千多元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員工 每個人都可以調薪五千元 派遣工實領三萬八 所以我們正值的員工的薪資 不一定於外交派遣對不對 會 我是中華快遞公司董事長 今天來跟公會這邊來做一個訴求的一個接受 那其實我們公司整個長期來講 大概都整個薪資制度的一個調整 當然有一個瓦定的程序 那確實多年來大概都挑釁的事實不多 那這次公會的訴求 我們昨天有開一個協調會 大概會朝著公會訴求 來整理資料分析 昨天也都大家提過 好如果你答應請在這邊簽下你的 簽下你的名字表 是承諾你答應這個五千元條新 我講過 不然我們今天沒辦法回去 我們的罷工沒辦法結束 來 我們等一下也會去找其他的董事 如果董事長都沒簽名的話 我們要怎麼跟會員交代 不不不不 如果沒簽是不是無法跟會員交代 如果不簽是不是罷工繼續報下去 如果現在不簽我們就會帶在這裡 直到大家都簽對不對 還有董事長 如果你都非常支持了 請你簽下你的名字喔 我們會再去找另外五位喔 好如果是整體上讓你把定位的四位 都帶來一起簽名 好可以嗎 我們會在這邊等到你們五位都過來 大家往後走 我們今天 大家坐下大家坐下 我們現在 就在這邊進座抗議喔 直到我們的交通部 願意正面出來承諾 我們挑起五千元的訴求 對不對 對 沒有承諾 不會離開 不會離開 沒有承諾 不會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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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離開